大家好 我是吳宣彤 今年夏天的熱 讓人吐槽 一出門就熱到模糊 因為今年有多個月份 都出現了極端高溫 創下了最高紀錄 不只突破有紀錄以來 最高溫的夏天 2023年幾乎可以確定的是 已經成為了十二萬五千年來 最熱的一年 今年南半球巴西里約熱內爐 熱的真的是堪比烤爐 十一月都還沒有正式的進入夏天 最高溫已經突破了四十度 體感溫度更是飆到了五十二度 在這樣子的高溫環境下工作 人類隨時都有可能會有暈倒 或者是致命的危險 是什麼讓地球熱到冒泡呢 在一個乾燥無風的夏季 大量的暖空氣聚集 並且向下擠壓 形成了一個移動很緩慢的空氣圓頂 當這熱鍋蓋不斷的籠罩 裡頭的溫度就會持續的升溫 產生所謂的熱窮現象 另外 北半球的熱浪也與噴射氣流有關 樹條圍繞著地球強而窄的高速氣流帶 多集中在對流層頂或者是平流層 當噴射氣流越強烈的時候就會帶來風暴 減弱的時候就會導致當地氣候變得乾燥而且升溫 到時也會增加熱浪發聲的可能性 再來聲音現象也會將吃到太平洋的溫暖海水帶到北美西岸 讓本來就熱的地區熱上加熱 從中國到歐洲再到美洲 全球各地都出現了高溫記錄 就連北極六月溫度也出現了33.5度 這是可以穿短袖來逛北極圈的一個程度了 然而聲音現象的出現的第二年 往往才是最明顯的時候 這也就意味著在2024年的溫度還會比現在 還要來得再更加的炎熱 國際能源總署就建議了 未來的能源配比以再生能源為主 太陽能還有風力至少要佔七成以上 才能在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 也有科學家估算 未來十年之內如果能快速地減碳的話 那麼溫室氣體的排放 就可以達到全球暖化速度減緩50% 人類在進步 我們也不斷地在享受這過程 但是我們同時也要付出更多的代價